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幸福的眼泪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香酥蛋卷的做法 我这个蛋卷因为没有蛋卷鸡 用的是花肤饼鸡做的 有点厚 我感觉不好看 本来都不想发出来了 后来我觉得 我琢磨的这个配方吃着挺香的 也很酥 也很好吃 不发出来 我怕久了 我自己都忘了 纠结好久 决定还是分享给大家吧 软化的黄油里加入糖粉 先用刮刀拌一拌 防止打发的时候糖粉飞溅 等拌到看不到糖粉了 就可以用打蛋器搅打了 搅打到黄油的体积变大 颜色变浅就可以了 然后分次加入常温的全蛋液 每一次都要搅拌均匀以后 再加入下一次 如果蛋液太凉的话 加入到黄油里 有可能有水分离 如果发生有水分离了 就把这个盆放在热水上搅打就好了 蛋液全部加完以后 这个黄油还应该是成膏状的才对 然后筛入低筋面粉 再加入杏仁粉和奶粉 用刮刀拌匀 搅拌到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 不要过度搅拌 也不要太用力的搅拌 这样就是为了防止面粉起筋 如果面粉起筋了 这个蛋卷它就不那么的酥了 拌好以后 这个蛋卷面糊就做好了 可以取一半做原味 剩下的再加入5克黑芝麻 做黑芝麻口味的 加入黑芝麻以后 再稍微搅拌一下 拌匀就行了 然后把蛋卷鸡两面都烧热 我这个就是这种铁的 放在煤气上的 开中火把它烧热 可以试一下 滴一点水 水能马上凝结并且烧干 这样就够热了 然后转小火 用这种铁的模具的话 就一定要给它烧热才行 不烧热的话它会粘 我这个还得刷点油 建议做第一个的时候 先刷点油 后边用不用刷油 根据你这个工具的情况来定 倒植物油就行 然后挖一勺面糊放在上面 不要放在中间 放在中间靠上一点 因为盖盖的时候 它还会往下滑 盖上盖子 如果面糊放的太多的话 它就会流出来 具体放多少 要根据你这个模具来定 我这个模具因为比较深 放30克左右是合适的 可以每30秒 到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翻面 具体多长时间翻 你要试一试 是根据你这个火候来决定的 可以把边上多出来的面糊 给它刮掉 差不多加热个两分钟左右 你可以轻轻地打开盖子试一试 盖子可以很轻松地打开 这个饼也有点上色 这样就是好了 如果盖子打不开的话 说明它还没有好 不要强行打开 如果你那个模具 不粘效果好的话 就直接在模具上卷 带个两三层手套 我这个就还要给它弄下来 弄下来以后 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赶快给它卷上 要不然它就定型了 卷不上了 稍微放一会儿 等它定型了 再把里边的筷子拿下来 当卷完的时候 那个筷子是拿不出来的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没有蛋卷鸡 用平底锅也可以做 但是我觉得稍微麻烦点 用一个平底不粘锅 也稍微刷点油 然后把面糊放进去 这个面糊就少放一点 大概也就是10到15克左右吧 然后上面放一张油纸 再用一个耐热的 平的东西给它压扁 我用的就是小号的披萨盘 小火加热个一分钟左右 然后就可以打开看看 油纸可以轻松的揭开 差不多就好了 然后可以用半根竹签 帮忙给它卷起来 这个我只做了三根 因为我觉得好麻烦 还有点烫熟 这个有点厚 但是它也很酥 这个薄的就更酥 这蛋卷做的时候 我觉得挺麻烦的 心里想以后不做了 但是吃的时候就感觉 哎呀 真的好酥啊 还挺香的 它的酥脆程度 我感觉跟买的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自己做 可以调整甜度 而且没有添加剂 不含反式脂肪 我都有想买蛋卷鸡的冲动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试试吧 我去抽抽蛋卷鸡 拜拜 拜拜